看到了吗 你看你剪断的时候就在这剪断就好了啊 你看还省着收线头了 对不对 好了下面我们继续给它缝合 另外一侧 另外一侧呢也是啊 深色大的这个光芒呢 是在下边的 我们把这个部分呢 给它由意识的拉过来 穿一下它 是为了让它在这更好的 呆住了 好极了 现在长度不够了 看还要这么一点点 这时候我千万不要逞了啊 你想把它从现在从这弄过来 那是不行的啊 你只是能借助于勾针等等 为什么呀 因为你要是用力拉扯的话 就违背了之前我们想要的这种效果了 因为它很有可能会 不小心啊把这个位置又给拉紧了 所以要用勾针来协助一下 而不能用缝针啊 因为用缝针位置已经不够在缝一针了 所以它很有可能当时会把这个位置无形的就拉紧了 好还差一个小光芒是吧 我们再韧上一小段线 然后把小小的光芒给它一起缝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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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光芒是在她离眼睛远一点的这个地方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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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门 干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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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了光芒这部分呢 我们就要 去完成它那个小小的红脸蛋了啊 红脸蛋呢相对来讲呢也是比较简单 而且会出乎意料的简单啊 下一个视频我会教大家 不下一个视频吧 一起吧 我怕来不及啊 好 其实小脸蛋呢它非常非常的简单啊 也是充分的 还记得我们这个嘴嘴吗 小脸蛋呢也是充分的考虑到了 这种毛线的材质的特点啊 我们非常非常的 找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就在它的表面啊 脸的表面 你看 把这个 用这头吧 这头大家看清楚啊 就在它的脸的表面啊 把这个毛线的给它在这 看到了吧 我们给它盘成一个椭圆形的 小脸蛋啊 离眼睛这头要稍微远一点点 这种淡淡的粉色 然后表现力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看到了吗 就这样一点点的啊 然后你看盘够了的话 就可以给它直接剪断了啊 然后稍微的给它整理一下 而且这个小小的脸蛋 千万不能跑出这个白色的部分啊 要让它在这里边 不要出去太远 在整理之后呢 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形状啊 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的缝合了 和这个有异曲同工之处 不能说成语哈 和这个非常非常的像 这样说可以哈 因为有些地区的学生 是非中文地区 如果说成语的话 他可能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个翻译器呢 就没办法很好的 把我要表达的意思翻译出来 如果大家有跟这个色彩 类似的毛线啊 最好用这个 但是我现在手里没找着 我就索性就用这个色 也看不出来啊 好 现在呢 就在我们刚刚缝好啊 刚刚已经固定好的这个位置啊 把它按住了 按住了之后呢 然后就在这啊 静悄悄的给它缝合 一定要用单线啊 而且 只连接 白色小脸 这一部分 拉线的时候不要用力 只要是我们感觉 已经把它 淹没在这个色彩中了 就可以了 记住了吗 不分方向 胡乱缝 只要是在缝合的过程当中 我们看不到 缝合线的这个纹理啊 就没问题 就没问题 sorry 但是缝合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把下边的这层 小脸啊 你得缝 那个白色的小脸部分 得缝合上了啊 不要只在这个 粉色的这位置缝啊 就是我们在表面 一定要把刚刚的这个 小小的粉色 给它固定住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几根连接线的缝合啊 它实际上 缝完了以后 会特别特别的结实 而且你各个角度都可以缝 无论什么角度啊 只要是能把它 很好的 固定在这个位置上 而且成 形成一个 椭圆形 就可以了 但是你出针 出针的位置 和你下一个 要进针的位置啊 就是你的线的根部 和你的 进针的位置啊 要稍稍的 注意一下 不要离得太远 否则你连那根 缝合线 就没办法隐藏了啊 是不是缝合好了 这两个眼睛上的光芒 会选着这个小企鹅 立刻就有精神了 立刻就神采飞扬了 对不对 好像是立刻就赋予了 它生命了一样 在我们中国有句话叫 画龙点睛 每次 只要是遇到和眼睛相关的 这些 部位啊 我肯定会给大家讲 就是在五龙的时候 总会啊 找一位 德高望重的老先生 来给这个 我们做好的这个龙 这件 我们用五龙的这个道具啊 做一个 仪式也好 或者是一个 纪念活动也好啊 然后会请这位老先生呢 在龙的这个眼睛的位置啊 画上这个 黑的那个眼珠 龙的瞳孔这个位置 这样 整个龙啊 就会变得 神采飞扬起来了 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成语 好 我已经慢慢的啊 把这个小脸蛋啊 缝得非常结实了啊 粉嫩粉嫩的 好 大家看出来了吗 实际上 它就是把我们这个 小小的这个 毛线的 毛线啊 给它团在这个位置啊 形成一个 椭圆形啊 然后给它缝合好 就可以了 这其实并不复杂啊 很简单 这几乎呢 就是这个小帽子的 所有的过程了啊 真心的希望 大家通过这几天 和我的学习 能够掌握 这些 关于编织的诀窍 如果你通过学习 然后有了自己的想法 而且呢 也产生了这种 设计的想法 那么将是我最想看到的了啊 这将是非常非常 值得高兴的一个事情 因为 在编织这个 领域里边啊 如果能够设计的话 那简直就是 太棒了 好的 按照刚刚的方法啊 把这个小脸蛋 也缝上 我就不和大家一起缝了啊 大家一定要加油啊 你看 它非常漂亮啊 还没有给大家 完全展示一下呢 但是我这位置 还没有弄好 你看它有了漂亮的花冠 如果是小男孩的话啊 我们可以用深色啊 比如蓝色 比如灰色 比如咖啡色等等啊 你愿意织一个啊 或者黑色 愿意织一个 怎样颜色的小企鹅 都没问题 如果小女孩 就更无所谓了 所有的这种啊 暖色系 都可以给小女孩 做一个帽子啊 下一个视频呢 我会教给大家一个 比这个帽子的 耗儿更小一点的 因为这个呢 我下一个视频吧 把这个视频会再录一个呀 把下一个视频会交给大家 就是各个号码的 大致的起的帧数 好不好 那我们就下一个视频 再见吧 我们下一个视频